大家好 我是首页人Jadon 优名吴老板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web服务应用程序解析漏洞 web服务应用程序呢 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安全领域经常说的叫中间件 其实中间件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就是统称 什么统称呢 就是从客户端发请求 一直到服务端的资源数据 这中间经历的程序都叫中间件程序 比如说我们的LAMP架构 来 把这个关掉吧 重新打开一下啊 在这搜一下LAMP架构 你看LAMP指的是什么呢 Linux 阿帕奇 MySQL和PHP 对吧 那么LAMP架构 咱们在前面其实部署过这样的网站 那一个请求发动过来 首先接受请求的是阿帕奇 阿帕奇转手交易是谁啊 PHP PHP在去MySQL里面读取数据 对吧 那中间经历的这些 上PHP啊 阿帕奇啊 这些都可以统称为中间件 好吧 也就是说除了发请求的客户端 和到最后最终的资源数据 中间经历的都可以叫到中间件 所以说中间件呢 是一个大类统称 好吗 而我们说的web服务应用程序 指的是接受网络请求的这块 和最终就是返回响应的这个程序 就是我们的常说的阿帕奇 阿帕奇这几个 阿帕奇 NGX IS TOMCAT Weblogic Gboss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web服务应用程序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这些web服务应用程序 它是什么呢 配合使用的 比如说阿帕奇 TOMCAT 对吧 NGX TOMCAT 布置一些扎瓦项目 那TOMCAT NGX都属于中间件 而他们又叫做什么呢 web服务应用程序 好吧兄弟们 别人说中间件漏洞 中间漏洞 多数说的都是什么呢 web服务应用程序漏洞 就是这几个 好吧 主要就是他们几个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用的并不是很多的一些中间件 那些呢 我就在这不多提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他们的解析漏洞 那首先要明白 就是其实这些中间件啊 本身有很多的漏洞的 有很多的漏洞 除了这个解析漏洞之外 除了解析漏洞 还有什么命令知情漏洞啊 反希罗化漏洞啊 文件上传漏洞啊 这个目录穿越漏洞啊 这个任意文件下载漏洞啊 可能都有 但是我们今天说解析漏洞啊 然后关于中间件的这几个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漏洞 一会我们再去提 再去看啊 那解析漏洞是怎么回事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解析漏洞这其实没有太多可讲的啊 大家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上去可讲的 文件上传啊 文件上传漏洞 我们在客户端啊 比如这是客户端 上传一个文件到服务端啊 如果说你想控制服务端的话 你可能需要上传一个什么的 比如说 如果它是ASP的网站 你可以去上传一个ASP的一个目网 对吧 比如说webshell 点ASP 如果它是PHP的 那你可以上传webshell 点PHP 点PHP 如果它是Java的 你可以上传webshell 点 什么GSP 对吧 等等 它是什么语言开发的 你就上传什么语言的这个目码程序去控制它 对吧 但是你上传这些目码程序的时候 你会发现服务单这边可能做了什么呢 做了防护 防护 也就是说过滤 那它过滤的手段 我们前面讲文件上传 咱们讲过什么黑名单 白名单 检查内容 是吧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 调研竞争 等等 各种 就是各种防护和绕过手段 我们都说了 是吧 文件上传的 比如说 它过滤的时候 它就限制你 比如说白名单 它就限制你只能上传GPG的 PNG的 GF的 或者是黑名单 就是不允许上传 不允许什么的 这个PHP的 ASP的 什么GSP的 等等 那不管成是黑名单 还是白名单 反正总归就是 我们不能上传 这样结尾的类型的文件 对吧 那我们想办法 各种绕过它 是不是 那绕过它的时候 我们说过一种手段 叫什么呢 上传图片码 对吧 上传图片码 上传图片码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比如上传ASP的 就不叫ASP了 我给你改个名字 叫GPG 这个GPG 这个GPG 一看就是GPG结尾的 图片 对吧 可能能够绕过它的 防过滤规则 那直接就上传到 它的什么呀 比如说某个目录像 比如它有个目录 叫Upload文件夹 Upload文件夹 下边有了我们的 Webshell GPG 对吧 那么我们说 想控制它的话 你需要让这个 Webshell.GPG里面的 那个程序代码 执行起来 对吧 但是我们发送 网络情形 去请求这个 文件的时候 那NGX一看 请求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后面 是NGX也好 或者是IS也好 或者是Apaq也好 他们是接触 网络请求的 对吧 他们接触到 这个网络请求 发现你请求的 什么 是GPG结尾的图片 那么NGX会 从Upload里面 直接找到这个 GPG的文件 打开 直接给你返回了 不会调用什么呢 比如说ASP的 代码解析工具 去解析这个代码 解析执行这个代码 并不会 比如说PHP的 PHP咱们前面 部署过PHP的网站 有一个叫PHPFPM的 PHP代码的 解析工具 对吧 解析程序 它不会去调用 这个解析程序去解析 它直接读取这个文件数据 直接就给你返回了 那如果说这里 这里面的程序代码 没有执行 那么你就达不到控制效果 它都没有 它代码都没有执行 程序没有运行起来 是不可能控制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么怎么办 要么就是结合 我们后面马上要提的 马上要讲到的 这个文件包含漏洞 去处理它 去使用它 那个就麻烦一些 结合另外一种漏洞了 要么就是什么呢 看一下 它这个 使用的这个IS 或者阿帕奇 或者NGS 是否有解析漏洞 解析漏洞指的是什么 就想办法 让它把这个图片码 运行起来 当成比如说PHP的 或者ASP的本件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当你发请求 即便你访问的是GPE 结尾的 那么 请求过来之后 比如说如果是IS 它有什么解析漏洞 你利用解析漏洞 发了一些payload的过来 发了一些请求过来 里面携带了一些 触发它解析漏洞的 这种payload payload 我们叫攻击载荷 对不对 攻击载荷 什么XSS的 Sircle注入的 我这个文件上传的 等我们都说过 对吧 都有payload的这个概念 叫攻击载荷 载荷 你想利用某个漏洞 你就要加上相应漏洞的 这个攻击载荷 触发这个漏洞 而现在这个文件 这个什么叫做解析漏洞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 攻击载荷过来 我访问的时候 我访问的就是GBG 这个文件 然后触发了 它的什么呢 解析漏洞 它将这个GPG文件 当成什么呢 就是触发了 isngsafra 其他的解析漏洞 让它当成了 就是php 或者asp的代码 然后转 就是代码请求 然后并且转发给了 相应的解析程序 比如说php的 转发给了php fpm 然后它解析执行了 这个webshell.gpg 然后它解析执行了 它运行了 那么它就能完成 这个服务端的控制 将控制结果返回给你 好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解析漏洞 解析漏洞 我们想办法 触发它的解析漏洞 它能够将这个图片数据 或者一些 它不认识的文件 图片 或者什么呢 或者我们说的压缩文件 什么zip 什么7z 就是各种 或者是包括 包括不认识的一些 扩展名字 比如说Jaden 扩展名 就是不认识的一些扩展名 都当成php的 或者是asp的代码解析 它一解析 一运行 那么就控制服务器 然后把控制结果返回给你了 好吧 明白什么叫解析漏洞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解析漏洞 那解析漏洞 有些是什么呢 有些中间件 就是web无应用程序 它本身自在的 有些是因为配置 配置不断导致的 就是运维人员 在部署项目的时候 里面改了一些配置 或者是有些默认配置 不安全的默认配置 没有改掉 导致我们访问某些文件 它都当成php 或者asp的代码执行了 好吧 这就是解析漏洞 好 解析漏洞概念说完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IS NGX 阿帕奇 他们的解析漏洞 好吧 先说一下他们三个的 那么IS的解析漏洞呢 先说一下 IS解析漏洞呢 它分高版本和低版本的解析漏洞 高版本呢 就是IS7点几到8点几 那低版本呢 就是IS5点几到6点几 那么 这个IS高版本低版本 是存在哪里呢 就是说比如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203 我们前面部署的 这个ASP的站点 就用的是IS 对吧 它用的就是 这个系统自带的 就是低版本的IS 你像Win7 Win10 Win11 自带的就是高版本的IS 就7点几 8点几的 就是系统呢 系统这个版本越高 它带的IS 自身带的IS 这个应用程序的版本就越高 好吗 稍等 好 我们来继续 刚才说了一下 第版本的IS5.6 5.X 6.X 都有解析漏洞 是吧 它解析漏洞呢 有那么三种 一个是目录解析 一个叫文件解析 一个叫文件类型解析 来 我们都试一下这三个 找到咱们这个IS 打开它 如果有一天你上传了一个文件过来 你为了绕过这个防御机制 你上传过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 GPG 图片过来 是吧 那么咱们上传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有一官 就是抓了一个包 上传 然后 整个这个网络请求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 有个CU-PASS参数 那个叫CU-PASS参数 等于 upload 对吧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上传的时候 指定了一下 上传到哪个路径项 如果说上传路径 如果还有上传路径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指定上传路径 比如说你指定一个XX 那么 我们进行上传 发送网络请求 这个请求首先谁接收啊 是不是服务团这边接收啊 对吧 如果现在说IS 那就是IS先接收 如果是其他的 web服务 web server的话 那就是阿帕奇啊 或者NGX等等 他们先接收这个请求 对吧 那么接收这个请求 这个请求进行转发 调用啊 这个PHP啊 或者是ASP的这个代码解析程序 来解析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解析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你这个IS和阿帕奇 或者NGX 是用什么用户不属起来的 就是你用什么用户不属起来的 他们三个 那么他们三个就是 以什么样的用户权限 如果恰巧 你这个用户权限具备什么呢 创建文件夹的权限 就是对这个Upload下面 对这个Upload文件夹 有一个写权限 也就是在里面可以创建文件 创建文件夹啊 那么咱们就可以尝试 就是反正本来说 他有没有这个权限 都可以尝试什么呢 在这后面加一个别的路径 看一下他能不能在这创建 就是哎 能不能创建出来一个XX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整个请求数据报当中 我们不是上传文件吗 里面可能有我们的webshell 点gpg 点gpg 这个名称呢 主要是为了过后端代码的防御的 对吧 然后指定了个上传路径 就是相当于把它上传到这个目录下了 Upload下面的XX目录下 好吧 那如果你发现它是IS D面们的IS 比如5.0几或者6.0几 那咱们上传的时候 指定路径的时候 你就可以指定成一个什么呢 指定成一个叫做 这个文件夹名称啊 你就可以指定成一个 比如说 jaden.asp asp 指定成这样一个 .asp这样一个文件 这样一个名称的一个目录 那么它这地方生成的这个目录 可能就叫做jaden.asp 好吧 那么这个D面们的一个什么解析漏洞呢 当你这个文件保存到这个目录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目录 它是jaden.asp 对吧 那我们将来 我们访问这个webshell.gpg的时候 那你访问它 比如attp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啊 杠webshell 点 gpg 我们说你访问这种gpg图片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不存在漏洞的话 你访问一个gpg 人家is apax 或者ngx 人家就给你返回一个什么 图片 不会去调用什么呢 asp 或者gsp 或者是这个php的解析 这个程序来解析执行你的这里面的代码 对吧 它只是直接就打开这个图片数据 读取出来 然后给你返回 如果它没有解析运行 那你在你的浏览器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代码 能看到代码 但是看不见代码的运行结果 运行之后的效果 好吧 也就是它没有解析执行 它没有解析执行就达不到控制效果 对吧 那现在你发现它是ISD版本的 它有这个解析漏洞 那你去访问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它只要在一个叫做 asp.asp解尾的这样一个名称的文件夹里面 那么IS解析漏洞就会统一将这个目录下 就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 甭管你是什么类型的 gpg也好 这个压缩文件 就.tc也好 .jaton也好 什么样的 什么 不管什么文件 它都统一当成 asp来解析 那这样这个代码就会被执行 这就是它的一个目录解析漏洞 好吧 那关于这个漏洞呢 我们去 我们不用走一遍这个完整的上传过程 我们就干什么呢 在这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里面放上一个 随便放上一个文件 我们去访问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能正常当成asp的代码来解析 好吧 大家来看一下 我在这个11这个网站 这是咱们繁诺那个繁诺那个网站 我在这里面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叫做 叫jaton吧 叫jaton 先叫jaton 然后在这里面创建一个 asp的 这个木码程序吧 这个木码程序呢 直接找我们那个webshell 我给大家准备的 那个webshell 里面就有 这了 比如说asp.gpg 就是它 比如说我放在这里面来 我现在去访问一下它 访问一下它 它的话是怎么来访问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ip地址啊 ip地址192.168.31.197 192.168.31.197 那一回车 这是这个网站 对吧 它的 我们刚才比如说上车的这个木码程序 它就放在哪了呢 叫jaton 文件夹下边有一个叫做 asp.gpg 是吧 是不是asp.gpg 我给它改个名字吧 别叫asp了 成本名 比如叫 xx.gpg 你在这方面 xx.gpg 走一回照 你看 有看到代码运行结果吗 没有 它是一个木码程序的 木码程序 你并没有看到木码程序的执行效果 对吧 只是看到了一个图片 只是看到了一个图片 只不过这是个尾图片 里面并不是图片数据 是木码数据 好吧 所以说这展示不出来这个图片 但是呢 整个一看 这就是一个图片访问之后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 它没有当成代码执行 那如果说你看 我把这个文件夹改个名字 就模拟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传的时候 指定了一个目录 指定了一个叫 jaton.asp的目录 好吧 这是啥时候 好 jaton.asp 那我现在在这 这个文件是在jaton.asp目录下了 对不对 现在访问 那我们上传的时候 你上传的是叉叉.gpg 对吧 你自己上传的时候指定了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名称呢 你还指定成了jaton.asp .asp结尾的目录名称 那么现在再会车 走 你看 gpg的里面的代码程序 是不是被正常运行了 这就是运行之后的结果 好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打开这个 目录程序 打开方式 那么它加加 然后它的密码叫score. score. score. 走进去 虽然说服务器这边有问题了 但是代码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 这很明显就是代码执行结果 对吧 这个 反过到这来了 这个木马的事 行 不用管它 这个木马的事 木马的问题 asp 下边有一个 xx.gpg 行 行 没事 我不用管它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码 确实运行了 好吧 要不你连这个旗进去 输入密码这些东西 你都看不到的 所以说它正常当成代码执行了 然后 这个访问 我登录进去 服务端出了一些问题 行 不用管它 反正我们看到了代码执行了 好吗 行 行 这就是它的一个目录解析漏洞 但凡是.asp结尾的这种目录 下边的 甭管什么文件 它都当成什么 ASB的解析 比如说我再给它改名字 比如这叫 Jaden 随便起个后续名 然后 你看咱们在这访问一下 我 我返回回来 这叫Jaden 不对 XX.Jaden 结尾是吧 走 是不是照样解析了 对吧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D版本的IS 它的目录解析漏洞 目录解析漏洞 那么它还有一个漏洞叫什么 文件解析漏洞 文件解析漏洞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上传某个文件的时候 你上传一个ASB的 你过不了它的防御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XX.ASB 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讲文件上传的时候 有提到过 好吧 加个分号 然后点 后边跟上一个图片的 正常的一个后续名 这样的话 一般可以绕过它的后端防御机制 因为后端防御机制 它可能检查的就是后续名 对吧 现在这后续名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只不过用分号 分割了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 看一下这种 然后找到 不是这个 这个 好 这个可以删掉了 删掉了 然后我们再拷贝一个 再把它拷贝过来 比如就放在这个目楼下 我在这直接访问 ASB.GPG 是吧 走 你看就是个图片 访问不成功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上传的时候 给它上传的这样的名字 加了个分号 点ASB 后边跟着 不是ASB sorry 比如说 别了 前面名称不叫ASB了 叫Jadon.ASB 加个分号 点GPG 变成这样的 后续名就是GPG 对吧 用分号间隔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在这访问一下 Jadon.ASB 分号 点GPG 走 你看 执行了没有 是不是照样执行了 对吧 那个Score 走 你看 它在这层地目录 正常可以就是访问了 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面你看 就可以控制它的什么C盘 D盘 你看 所有的这些文件 你全看到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这个木码程序干的事情 这是个大码 关于这些木码程序 这些 它里面这些功能 其实好多还没有学到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不细题 回头专门讲木码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说 行 这就是 这个文件解析 文件解析 它可以将什么呢 这个 这个.gpg .png 这样的文件 中间加了分号的 前面都给你 都给你按照ASP来解析 好吗 这就是 IS的文件解析漏洞 然后它还有一个 解析文件类型 解析文件类型 啥意思呢 是这样的 你这个文件 你这个文件 咱们上传的时候 它可能不允许 你咱们上传什么ASP文件 就是它可能是黑名单 采用的黑名单来防御的 ASP的 PHP的 都不允许上传 那我好 我不上传ASP的了 我不上传那个 CER的文件 CER文件是证书文件 叫证书文件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 LTPS LTPS这个原理讲解 以及LTPS的网站部署 怎么安装证书 是吧 那证书呢 就是CRE 叫CER结尾的文件 那你看 这CER结尾的文件 它也可以当成正常的 ASP来解析 CER 走 你看 是不是照样可以运行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登录过了 所以浏览器有记录 有cookie 所以说 就是我们访问它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 那个登录界面 好吧 也就是它可以正常解析 这就是ISD版本的 解析漏洞 就是有几种文件类型 你像CER ASA CDX 都可以正常解析 好吧 然后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 它是怎么产生的 在这 咱们看一下 找到这个网站 这有一个属性 属性这个地方 有一个 主目录 我看这个配置 在这 主目录 然后配置 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就这个缓存 SAPI扩展 这里面 你看 只要这里面 在这扩展名 在这里面的 都可以正常解析 这些扩展名 你都可以用 好吧 那如果说 你不想让它解析 这些文件 当成ASP来解析 那你就把这些文件 全给它删掉 看到吗 一个个的删掉 好吧 高版本的IS 默认全都删掉了 你如果想解析的话 你自己在这添加 想解析哪种类型 你自己在这添加 D版本的默认 是都加上的 你想配置的话 还得自己 想防护的话 还得自己删掉 好吧 这就是它D版本的 默认的一个漏洞 行 这就是它的 D版本IS的解析漏洞 那么修复方案是这样的 目前呢 尚无微软官方给的补丁 可以通过自己编写证责 阻止这样的文件 类型的文件名来上传 自己写证责 就接收文件的时候 写证责规则 来匹配它 不允许这样的上传 好吧 或者是做全员设置 限制用户创建文件夹 啥意思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漏洞的 就是用户上传的时候 不允许他自己指定 某个路径 好吧 比如说 不允许让他指定某个目录 不能让他自己创建目录 所以说这个限定用户权限 比如说NGS是 NGS用户部署的 比如说IS是 比如说Auser用户部署的 那Auser用户 咱们就限制他 不允许对某个文件夹 里面去创建文件夹 好吧 或者是安装什么的 安装一些防护软件 这个呢 是好多公司都会采用的 就是现在市面上安全产品 这些防护软件都属于叫安全产品 安全产品有很多 你可以在这个IS前面 IS前面部署一些安全产品 比如这是IS用来接触请求 对吧 在它前面 部署一些安全产品 先过安全产品 比如说防护墙啊 这些安全产品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介绍 什么防护墙啊 什么IDS IPS啊 还有什么这个一些防护软件 防护软件像低盾呢 等等 都可以就是在这些软件里面设置 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些不允许什么什么什么文件过来 也可以做一层防护 好吧 行 这些防护软件啊 后面我们会专门介绍啊 行 那这个关于IS的这些解析啊 解析就说这么多啊 呃 D版本的就说这么多 然后IS高版本的解析漏洞呢 我们先不看它 我们先来看这个Apaq的啊 因为IS高版本的解析漏洞和NGX的解析漏洞是 基本是一样的啊 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们两个说了 再看它就更 你就一看就明白了 好吧 行 那我先停一下视频 好 嗯 嗯